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补充 比较特别的三个一个症状 一个是我们眼角膜周围有白色黄状 再是有对称性的黄斑瘤 然后再结结性的黄色整块 有这三个症状呢 它代表血脂过高 这三个症状一般我们很少会去注意到 这三个症状哪些特色呢 我想第一个 它就是在我们的眼白 眼白眼睛这个白色这个眼白 跟黑色瞳孔之间出现一道宽度 大约一到一到二毫米的 一个圆环或半弧形的一个环 你就发现有些老年人 真的有这个现象 那你就觉得它眼睛好像还不好 真的很不好 但是它如果说出现这个圆形的这个环的时候呢 它就表示它血脂过高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诊断 我们讲妄儿之之畏之神 如果你看到里面要是党固醇过高 它可能就觉得你很厉害 那这是一种妄诊 那这种东西其实不限于说是老年人 有可能是患有党固醇高学子的中年人 也有可能会出现 那第二个就是我对称性的黄色 黄色的一个斑块的一种瘤 就是它会长在我们的眼瞼内侧 内侧的会出现一个突起的黄色的一个斑块 那这个地方如果突起黄色斑块呢 它就表示它的这个皮下的那个脂肪大量堆积了 这个东西我真的有看过 我有患者这个现象 它的血脂真的是比较高 那血脂高之后它也血压比较高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诊断 可能大家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当成一个参考 第三个就是节节性的黄色整块 它会长在我们的脚后跟 或是我们的膝盖手肘 还有手背等一些四肢的一些表面 它会出现黄色的一个整块 它是有一大群的这种就是 一种油脂堆积所导致的 那这三个真的很特别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你的轻薄好友里面有没有人 他平常都没有去检查他的血脂 但是你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呢 你可能跟他提醒 你可能要去做一下检查 我想这样会比较好